小子 我求求你们了 鸳鸭再不吃就没救了 真正好欠我点医药不合不合 我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 听说呀 这个柳月牙他富家钱财 自甘堕落 竟终于富家傻儿子 可不定啊 小小达 被富家诸巾带死亡 还想撞墙额钱 不知终于不可活 我把大哥玩到东西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借我点钱吗 我不是死在胡城里了吗 你竟然当年勾引我男人 啊 你呢 我不要不要不要 啊 你还啊 啊勾引人你还啊 哎 你 1983 难道 我重生了 你居然敢勾引我老公 看我不活了你的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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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湿了杀湿了 他不是要什么啊 他又干嘛 什么干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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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哈哈 그렇 啊 啊 你瘋了 我瘋了 满渊天涯 你你活过来了 啊 我好想你啊 毫了 妈妈累了 要不是妈生气 你也不用去傅家做工机车 傅家家惊了性命 尚一世 要不是傅家散播谣言 比我嫁给他家傻儿 我们怎么会背景离乡 让我妈鸡牢趁机早早就去了 这一世 我不会再让悲剧发生 刘月阳 关钱 就是这个老太婆 给我喝了加了料的鸡汤 害我差点被他家傻儿子给 来 儿子 快来 妈叫你骑马 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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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没得手 今天定让他嫁给我儿子 刘家的 今天要么你们还钱 要么他 嫁给我儿子笔带 哼 果然跟钱是一模一样 傅家当初借钱给我 就是想让我 嫁给他家的傻儿子 我们没钱 没钱就嫁给我儿子笔带 带走 谁戴我的衣服 身子不乱 要么鱼死瓦婆 要么给我三千的时间 我怀疑双倍的钱 双倍 那可是四百块 柳家两百块钱都拿不出 最后还不是要嫁给我儿子 好 双倍就双倍 三天以后我再来 你要是拿不出来 我照样拿你人 走 咱家就只有这点钱 三天时间 上哪儿去弄四百块钱 妈 我有办法 车前草 蒲公英 黄金 都能拿去镇上的药店换钱 我可以用钱固人一起挖 只要攒够几十块钱本金 我就能 是他 不要命了 走 你看清楚了吗 这五广旭是从这儿走的 娘 我没看错 那饭球子的身影 我看得清楚着呢 那就是你还走 你别紧张 我不是坏人 等他们走了 我就放开你 上一世他冲进火场救火 我去害他丧命 没想到 他居然就是我们村里未来的金框大佬 我赚钱的搭档不就来了吗 我 不会告诉别人的 你放开我 我去引开他们 娘 这有个篓子 肯定是有人来过这儿 有人在采草药 怎么问问他 有没有见过我过去 走 被他们看见到吗 不仅思想逃近的事要被发现 还会坏了他的名声 我放开你 你别喊 他们是来找我了 我出去 你待在这儿没动 我去 我去 大白天的耍流氓 欺负女同志 我赶紧反了反了 毕天我非凡 撤不撤得快 毕竟我不敢 走 走 你没事吧 村长都吴冠绪才从耗子你出来 就耍流氓 严惩啊 没错 谁家没有个闺女呀 以后对我们的闺女下手怎么办 就是 以前敢偷挖钉子 现在敢耍流氓 以后就敢杀人放火 比薛言成 绝不姑息 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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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他 吴冠绪 你 愿不愿意娶我 呸 我之前就听说过你勾引富家傻儿子 我还不信 没想到你还真是个水性羊花的当伙 打死你个不要脸的 一个破烂鞋 一个饭球子 这俩倒真是绝配 够了 够了 一个个就没正事干嘛 啊 就知道胡说八道搬弄之飞 散了 都散了吧 吴军 是男子汉就拿出担当和勇杰来 别丫头都当众求婚了 你要是喜欢 就赶紧找个没人上门提心 啊 这女孩子啊 还要矜持点 就一点名声 下吧 我早没什么好名声了 就她一次 当做报恩吧 月牙 你真要跟她结婚吗 她可是出了名的活颜嘛 不进村和牢 还经常打人 她要是以后打你可怎么办啊 是啊 我就是个烂人 她那么美 那么好 怎么可能会喜欢我 她只是心善 帮我姐妹而言 妈 船员不可行 村里人还说我行客六星 水星杨花呢 大佬坐牢是为了挣钱救她爸 打人是因为那些人不干人事 谢谢你听我解围 你刚才说的话 我不会放在心上 我家就住在村东头 以后你有什么事情 可以随时来找我 今晚我去你家找你 今晚我去你家找你 谁呀 是我 我 这么晚找我 你有事啊 你大半夜去一个陌生男人家 就不怕我对你做点啥呀 我相信你 你想赚钱吗 我们合作吧 我不会赚钱 未来 你可是有一千多家连锁金店 数十座矿山的金矿大亨呢 你那确实不叫赚钱 叫圈钱 我帮你把这些金子卖了 你分我两成的报酬 等一下 都给你 不用还 我不是来要钱的 我是来找你合作赚钱的 我不同意 买卖金子很危险的 被抓住事情 丢你小命之大 我发誓 我的方法很安全 我负责出主意跟销售 你负责材料跟手艺 所得的报酬 你报我二 如果我赚不到还给傅家的钱 我就只能嫁给傅家的傻儿子 别 答应你 对了 你看 你能用金子把这个做出来吗 你等我一下 好 你看这样的可以吗 好漂亮啊 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 嗯 我好像摘不下来了 我试试啊 我试试啊 许先生来了 啊 你把这些男子先做 你那个行吗 嗯 嗯 行 这个项目 你们注意跟进一下 好 那就这样 大姐 我家几用钱 这些都是我们家祖传的宝贝 您看看有没有需要的 嗯 这个确实是好东西 正好我女儿要结婚了 你这些东西 我全部要了 多少钱 嗯 嗯 哈哈哈 妈 你干什么呢 快进来 鸳鸭 你陈婿要咱家今天就得还钱 你快去跪下来求求他 我们约定好的三天后还钱 今天才第二天 你凭什么要我们还钱 凭什么 凭我是在主 我想让你们什么时候还 你们就得还 好 不就是还钱吗 我们还 马上也切了 两百块 不多不少 请拿着钱 你可给我出我家 听说 你要嫁给吴广旭 那个一穷二白的饭球子 哎呀 他就是途你长得漂亮 跟你玩玩 真当真了 我们傅家 是今年子春有名的养鸡大户 你嫁给那个饭球子 不如嫁给我儿子 吃穿不愁 多好啊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啊 钱也要 人 我也要 笑 喂 喂 你们 你们怎么办 眼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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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动你的人 先问问我同不同意 吴广旭 救我 他们要强迫我嫁个傻子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 真是大言不惭了 你一个人再能打 你还能一打四 躲远点 上啊 真是饭桶 你们给我打呀 打 打 小白 哈 柳月牙 是我吴广旭照着的女人 以后你们要是再敢秀ète 这凳子就是你们的下场 是谁在担担闹事啊 哎呀春章啊春章啊春章啊 吴广旭他要杀我呀 你快把他抓去捉牢啊 吴广旭 吴广旭怎么又是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看地上的人 我去真差人了 炸虚了 住口 大家都看清楚了 他刚才只是晕过去 村长 吴广旭他没有杀人 反而是他成辅僧 颠倒黑白信口雌黄 不仅待人强行收窄 还强迫我嫁给他的傻儿子 是啊村长 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是你家的 你当真强迫月丫头 嫁给你家傻儿子了 我冤枉了 明明是他 明明是他借钱眼开 勾引我儿子 还撞墙 逼我儿子娶他 你胡说八道 我家月丫 才不会勾引你家傻儿子呢 前世可没发生 傅家强行巧容这些事 难道是因为 我要嫁吴广旭 我发了蝴蝶笑脸 难道传言是真的 是柳月丫 真和傅家撒子碎了 肯定是真的 傅家可是咱今年的村 第一个万元户 吃的是金米埋面 住的是三层小洋楼 现在有些人啊 为了钱 无所无用 毫无底线哦 我觉得是假的吧 柳月丫 昨天还说喜欢吴广旭 还当众求婚 吴广旭 你 愿不愿意欺负我 欺 喜欢能当饭吃 柳月丫嫁给傅家傻子 并且不用还欠傅家的钱 还过上好日子 傻子都知道选傅家 傻子才嫁给傅家 我不是傻子 所以我只嫁吴广旭 你 欠傅家的钱 我已经还清了 现在我不欠傅家是 不行 要是错过了柳月丫 我儿就娶不到媳妇了 你全部说还我钱了 别想赖赖 赖赖赖的明明是你啊 谁不知道 你们家穷得叮当响 在我们家养鸡厂里 做工抵债 创破了头 连一腰飞影都拿不出来 把这没人看见他们还钱 我说没还 就没还 今天 只要你嫁给我儿子 这钱呢 就不用还了 就当是彩礼钱 我 嘿 你说白石梦 钱我们已经还了 他们都能做正 还想在养鸡厂里工作 知道怎么说吧 我 我不知道 我只看到 他们好像没给钱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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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奢属一摸 照眼说瞎话呀 今天 要么你们还钱 要么你 嫁给我儿子 我就不信 你还能再拿出两百块来 不就是两百盒钱吗 这钱 我替他出来 我好像 恋爱了 等等 等等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村长 那是我的钱 您看看 别动 别买我的钱 村长 您看看 这里是不是两百块 嗯 这里确实是两百块钱 你两百块钱又怎么样 那是我要买小鸡苗的钱 你说这是你的钱 那你倒是说说看 这里面 一共有多少张钱 谁会去数自己钱 带有多少张啊 难不成 你知道 我确实是知道 一共是四十一张 其中 大团结十五张 五元的六张 一元的二十张 嗯 他说的没错 分毫不上 吴广旭 到 执法法案 我们接到村民举报 说这里发生了命案 吴广旭 你小子怎么回事 猜出来没几天 就闹出了人命 张队 误会 全是误会 这里没发生命案啊 警官 不要报案 我要告他 强闯民宅 巧取豪夺 瞧瞧民女 我没有啊 我没有 吴广旭 跟我们走一趟吗 没有 是他胡说 是他胡说的 我胡说 你儿勤 逼我嫁给你的少儿子 大家可都能为我作证 你们四个 要是不想进派出所的话 就把帮他做的坏事 全都说出来 警官我能作证 这些都是他指使我们做的 对对对对对 如果我们姑娘说 他就会开除掉我们 你们 你们 现在又多了一条 教唆指使他人犯罪 陈采芬 你被捕了带走 我们走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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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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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散了吧 散了吧 啊 广旭啊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 一定要留下来吃饭 啊 那就 都饿扰我沈子了 哎 我去做饭 嗯 你跟那个张队很熟啊 嗯 之前坐牢时候认识的 那帮我挺多的 哦 哎我开我开 我开我开 未来 杀伐果断 不计女色的牵异首付 竟这么容易还想 让人想 你干嘛 你耳朵上有蚊子 吃饭了 快 好 妈我帮你 哎 月牙 我问你点事 秦天环付家的钱 你哪来的 他给啊 我已经报名去修水库了 一天能挣十块钱吗 到时候 我们尽快地把这钱给还上 不行 修水库太危险了 而且你这身体 也支撑不住 没事的 那钱 是吴广旭给我的彩礼钱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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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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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水 喝点水 快 慢点吧 哎呀 哎呦 你 真的愿意嫁给我 你认真的吗 你认真的吗 认真的不能再认真了 怎么 你不愿意娶我 我愿意 那 我们明天就去领证 不行 结婚这么重要的日子 一定得选一个黄道吉日才行啊 还挺有仪式感 哦 对了 两百块钱 礼金太少了 我现在只能拿出 六百六十六块的礼金 我向你保证 我以后一定努力赚钱 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相信 我相信你 说到做到 你要是收了这个钱 你就生死我的人 死是我的鬼 不可以返回 绝不返回 但是 得 约法三章 第一 平等分配 不管是家务还是支出 若有违法 罚款五十 我洗衣 做饭 扫地 打扫卫生 我都会 第二 可以吵架 但是不可以过夜 也不能得暴力 若有违法 罚款两百 我 绝不和你吵架 第三 借钱 买房 工作 这些都是大事 不可以擅自做主 若有违法 罚款五百 以后 你就是一家之主 这家你说的算 还有最后一点啊 什么时候生孩子 生几个 我输了算 何海滨 镇上最有钱的 刚才 前世 吴广旭就是跟他合作 开采黄金 但他 老卖黄金被抓 害得吴广旭 金矿被封 差点二进攻 李鸿生 吴广旭以前最好的兄弟 偷卖吴广旭黄金 吴广旭坐牢的最快播手 这钻国 比我之前的金鱼人 都要张铁 钥匙 你眼睛要是不想要 可以捐掉 许哥 这位是兵哥 咱们镇上最有名的钢铁老板 兵哥 这位就是我跟您提到过的 我的好兄弟 旭哥 全名吴广旭 哦 旭哥 兵哥打算在咱们村子里啊 投金 想请您啊 当金把头 工钱 一个月三百块 您看如何 不如何 就听我的 等会儿再跟你解释 有鬼子 绝不会让吴广旭 纯党意证 白纸黑字为证 相伴一声 不离不弃 白纸黑字为证 相伴一声 不离不弃 还有最后一件事 来 都要领证 清一下 过分 沈子 媳妇 我有个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 你说 我坐牢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时间 是帮助国家寻找金矿 出狱那天 黄金办去邀请我工作 我拒绝了 但既然我要娶你 我打算去黄金办工作 我记得前世 吴广旭是跟镇上一个 刚才老板合伙 开采金矿 媳妇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呀 有人吗 请问 这里是柳月牙家吗 我找一下吴广旭 是他 徐哥 咱们男人谈事 我觉得 女人还是少餐和比较好 我们家我媳妇说的算 他说啥是什么 那 嫂子 觉得多少合适 哟 这是还不想放弃 三百块钱 太少 至少淘到的金子 要五五分 而且金子只能买给银卡 异想天开 一个好的金把头 每个月五百块 顶破天啊 趁走啊 我 哎 鼎哥 你先消消气 鼎鼎打名的淘金圣手金无盐 那可是旭哥的爷爷 在这世上 入轮淘金啊 旭哥称劲 本人敢称第一了 那就 那就和他合作一个月 你把他淘金手里学到手 然后我让你做金把头 每个月给你五百块 你该庆幸 你有个好爷爷 我同意 分你们一半金额 啥 这都能同意啊 你怎么想的 我想答应 我去黄金办不住 主要是为了办理黄金私人开采账 跟他们合作 既能挖进了 又能让他们办理挣钱 有钱不赚是傻子 有我看着 那河海兵翻不出 我支持你那决定 但是啊 那河海兵看上去就不是好人 跟他合作 一定要多加小心 只要正一下来 我就跟他们去 三天内我就能办成所有的手续 三天之后我们必须马上开工 三天后就要开工 陶金工你准备学谁 我在牢里认识一个兄弟 我打算让他去找 原是金矿被封 除了河海兵的原因 还有就是因为 陶金工找了别村人 本村人眼赴吴广旭赚钱 恶意举报 这一事 得跟村民搞好关系 我有个建议 你要先这样 知道怎么样 有段村长 进行一番挑战的时候 再给你 觉得怎么样 不听的 喂喂喂 请各家派代表到春支部开会 有重要的事情通知 哎 这大晚上叫我们来什么事 吃饱了 这六年 村长来了 柳月娅 要不是你 我媳妇怎么会坐牢 在养鸡场 怎么会倒闭 静心 这个镇上的钢铁老板 要来咱们村里淘金 需要找六位淘金工人 每人每天三块钱 还管饭 整当淘金工人呢 到我这来报名 龚小舍的入货员 一个月也才赚二十块 村长 我报名 我有没有 村长 我报名 我有没有 谁在闹 只想报名资格 都给我回言回去 每家只有一个名额 要报名的 一个一个来 我 我 等等 你 你 还有你 你们三家报名资格被取消了 这几个被取消资格的人 好像都是欺负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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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没有正当的原因 我们不服 你 搬弄是非 你 造谣生事 你 你媳妇仗势欺人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你呢 或者是你个家人欺负我 你去看 我要找的人 除了没欺负过我媳妇以外 还得年轻化少 老实本分 身强力壮 吃苦耐劳 村长 嗯 就麻烦您按照这个要求去找 行 没问题 媳妇 咱们走吧 我想在开工之前 把咱们领结婚生的日子定下来 好 刘月阳 你害我家破人了 齐年自杀 还想和和美美的过日子 做梦吧 别跑啊 妈 您回事 我也不知道 来了一伙人放下东西就跑 你看 你 红糖 腊肉 辣白兔 你 妈 都是些好东西啊 管他什么好东西 你赶紧跟我把东西还回去啊 不用还 你赶紧跟我把东西还回去啊 这些啊 都是他们给咱们的赔礼 以后啊 这事儿还有呢 要习惯 赔礼 月阳 到底怎么回事啊 哈哈 什么怎么了 哈哈哈哈 村长 不是 你也是来送礼的 我确实是来送礼的 是广续的提心礼 提心 啊 我帮你告诉你了 坐 广续他们家没人了 所以委托我这个老辈 来帮他提这个亲 看一下啊 下月初六领证 初八过门 又顺又发 你看如何 哈哈哈 行 我没意见 就定在那天 嗯 嘿嘿嘿嘿 好 这个是彩礼单子 你看一看 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就跟我说 收录机一个 冰箱一个 电视机一个 洗衣机一个 还有缝纫机一台 礼金 六百六十六块 金项链 金镯子 金耳环 哎 金小林九百九十九克 啊 这个洗衣机看字面意思 是洗衣服用的吧 对 不行不行 咱村里人没那么矫情 洗个衣服不费事 那冰箱 是装冰块的箱子 冰箱呢 是食物保鲜用的 像我们吃不完的蔬菜啊 水果啊 肉品啊 放在里面啊 长时间都不能换 很贵吧 大概是要七八百呢 嗯 市里才有的卖 而且啊 平票预约购买 不行不行 不能要 就算是万元户 也不能这么糟蹋钱呀 善儿 男人赚钱不就是给女人花的吗 而且我还有些金子 能换钱 现在的金价啊 银行每克最高几十块 黑市最高也才一百多块 再说 这钱还没到手呢 就想着怎么换了 万一有变数呢 像这个啊 电视机 洗衣机 自行车 买 冰箱收录机缝纫机啊 这些就通通都不要了啊 不行 咱们村啊 只有村长和副驾有电视机 咱们就要一个电视机 洗衣机呢 就不要了 善儿 月牙 这就是城里面 最好家境娶媳妇的标准 别人媳妇有的 我媳妇得有 别人媳妇没有的 月牙更得有 我就是要风风光光的 娶月牙过门 这钱呢 攒下来都是我们自己的 适当的享受可以 但是没必要铺张 假如他闪脸中东西好 老的闺女 小的归我 而且礼尚往来啊 我们这儿也会有分陪价的 对对对 到时候我们家也会有一份礼单的 行 听你和沈的 结了婚就是一家人 我的是媳妇的 媳妇的 媳妇的还是媳妇的 不能因为吴广旭能赚钱 就正由他花钱 我坐向其成 我也得有我自己的事业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 我看这个事 咱们就定下来了 那我还有事 我就先回了 你们多聊聊 好 村长慢走 慢走 村长 妈 我准备啊做这小买卖 做啥小买卖 跟前世一样开小吃店吗 面食搭配妈妈牌辣酱 等等 妈妈牌辣酱 妈 我准备收购全村的辣椒 然后啊给妈妈牌辣酱供应辣椒 后市妈妈牌辣酱火遍全球 若是能成为妈妈牌供应大货 岂不是赚三了 什么妈妈牌辣酱 没听说过呀 等等 八三年还没有妈妈牌辣酱 我又是提前推出 那以后还不过不就是我了 妈 快去把这些买来 走 你带我来这干什么 等妈妈买足料回来 我还得做辣酱呢 媳妇 我想和你一起挑些家具 一起布置咱们的家 大展 来挑结婚家具啊 现在城里人结婚 可都整黄菠萝 那就来个黄菠萝 好嘞 我们要核桃木的 核桃木防虫耐用 价格合适 怎么回事 是爷们儿就该有自己的主见 怎么什么都听娘们儿的 叔 我听我媳妇就要喝了 天不怕地不怕的活颜王 也是个怕媳妇 那你看 要点啥 衣柜 我要两米的 餐桌 又能配八个椅子 我将来肯定要给你买很多很多漂亮衣服 衣柜太小装不下 那你搞那么大桌子干嘛 咱们两个最少也得要两个孩子 再加上岳母 将来找个伴 再生个弟弟妹妹啥子 小麦够远 行就按照他说的做 这咱像个爷们儿吗 怎么什么都让女人做主的呢 大哲 你不给媳妇加个梳妆台 现在城里人赶时髦 都行这个 来一个 不要 那个 梳妆台我们就不要了嘛 我们就在大衣服上装个镜子就行了 屋子里东西太多 我看这堵得慌 媳妇这是在给我争点面子 老娘们家家就是什么 你就答应人家嘛 好好好 那梳妆台就不要了 怕媳妇就怕媳妇吧 吃鱼两口的在我这里演戏嘛 那个 我们这些一共多少钱 一共两百 先交十块押金 我们已经订了这么多了 优惠优惠 一八八 一直发 怎么样 我听说柳家可是收了六百六十六余金 咱以为能串个大的 结婚 你媳妇这么抠门 你知道吗 我媳妇怎么抠门了 分明是贤惠 都是聪明 你也也受不了 一八八就一八八 赶紧走 干什么 有门啊 我实在说不下去了 有什么证据啊 是 花了你十块钱喝一年的油弄这些辣酱 真的能卖出去吗 妈 你相信我绝对大卖 这可是后世畅销海内外的下半神器 居家旅行必备 明天啊我们就去城里卖了 累了一天了 赶紧歇了吧 哎 光灯了 他们睡觉了 终于被后一闻了 他不睡熟了 这些人 他就这么了 什么东西 老上啊 你小心点 别把人造成了 好 在这里以后 你一个我一个 是个交换 好 好 谁 谁 月亮 你在屋里藏着 我出去看看 月亮 月亮 剪刀不好使 不用剪刀 哎 后面别乱剪 太长跑了 我也会了 要跑 没来 有谁啊 叫手头 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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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不对 打得下 摆帮子 膝盖 描 你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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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爽了吗 爽 把他先混起来 小偷在哪 小偷在哪 在这 这是谁啊 是三村的吗 三村的二麻子 王哥 这边还有一个 要麻烦你把他拖过去了 广城东 要麻烦你去喊一下村长 这又是谁啊 陆家人 陆星 抓到的小偷在哪 在这 村长 还是要麻烦你派个车 把他们送到镇上派出所去 这大把孽的 他们抽了什么东西了 村长 你的意思是非要偷截什么东西 才能送进派出所是吧 哎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看 他们都把人打成这样 受伤了吗 你手疼吗 以后这种打人的粗活让我来 我没怎么多伤 都是妈打的 村长 不麻烦你了 我送这两个人去派出所 我 没有送我去派出所 我是被逼了 是陆星 那通流鸭采你去 还 还算睡的 啊 你说什么 谁想睡了谁 不行 他 这当鸡狠 永远一样把他下送去到监狱 你 激发媳妇 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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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别打了 再拉交出人力了 我请问你 找死 他来命一跳 你放不着再上自己的命 知道 你看 你们先去老颜姐 就他三轮车过来 我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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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你 给他我了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 这父亲特别记仇啊 等他出来 他一定会找你们麻烦的 他敢找我吧 我得让他 让我坐穿 要不你再睡一会儿 我先去看 媳妇 沈子 你们要去哪儿啊 你才回来啊 啊 廣绪啊 父亲和二麻子 盼了多久 盼一个月 你家要养狗啊 就是给你养的 留着给你看家户院用的 我家不用养狗 我家有我呢 不用养狗和 有他 这话说的没毛病 行 这狗我留着了 但是得先放到你们那儿 等我们赶集回来 你再给我送过来 你俩要去赶集啊 嗯 上车 我送你俩去 行了 你晚上也没睡 赶紧回去休息休息 那我不客 我又在这陪你 再不回去我生气了啊 月牙 咱这辣酱 真的卖出去吗 几块钱 不算多也不算傻哈 买不了房也买不了圈 瞧一瞧看一看 妈妈牌辣酱味道好 一顿不吃想得慌 哇好香啊 鲜辣椒刚做的辣椒酱 这里在卖什么呀 好香啊 大姐啊 我们这个是妈妈牌辣椒酱 它可以吃馒头 吃面条 吃米饭吃饺子 你要不要尝尝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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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尝后买 不好吃不要钱 来尝尝 麻辣鲜香 真的太好吃了 哎 你这辣椒酱怎么卖的 给我来一碗 我也要 我也要 都有都有哈 一个一个慢慢来 我们妈妈排辣椒酱啊 一块钱一碗 带个耕道同搜无期 哦 来来来我来五碗 五碗 哎好五碗五碗 三碗 哦 两碗哎好慢慢来 不要乱不要乱 再来两碗 好你就是四碗 来一个一个来 我这有三十块 我这有四十块 咱今天啊 一共赚了七十块钱 不仅是本钱赚过来了 还有二十块钱的利润 咱家还有一半辣椒没卖呢 这钱你拿着 你要 你要怕弄丢了 行收着 哎呦哎呦 哎呦太好了 你们还在啊 我我我我要盯辣椒 大姐你要盯多少辣椒 五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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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是棉方厂食堂的采购员 我们厂厂啊 吃了你们的辣椒以后 想让你们啊 给我们食堂供货呢 五百斤 我们要一周后才能交货 哎 没问题啊 明天早上八点 来工厂签核桃 好啊我一定准时到 别迟到了啊 好我慢走啊 哎 五百斤 一周的时间 就咱俩能做得出来吗 妈 我有办法 那家里还剩一半辣酱 明天咱还卖吗 妈 今天赚钱了 走 咱消费去 妈 走 袁阳啊 我们就去旁边的小餐馆 吃一碗五毛钱牛肉面就行了 妈 咱们现在有条件了 就该吃顿好的 靠劳靠劳自己 走 来妈 坐 师傅 师傅 红烧肉 清真鱼辣子鸡各来一份 然后还要十个大肉包 一共五块钱 行不行啊 来两个大肉包就行了 妈 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不要什么都吃 可一顿饭就花五块钱 这也太卖价了 赚钱不就是为了花的吗 我保证 一周内让你成为外人 来 小夕 妈 你就在家里休息啊 我去找村长办点事 呦 广绪来了 吃饭了没 快过了沈子 你能把狗送来吗 沈子 我想和你商量点事 啥事你说 只要用得着沈子 肯定没问题 您知道 我明天不就是要带人去挖金子了吗 需要有人送午饭 每天六块 你们愿意接这个活吗 这个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刚接了一个做辣酱的大订单 大订单 啊 年方厂给我们订了五百斤辣酱 至少能赚五百块 媳妇 你真棒 本来就是怕媳妇赚钱太累 也想着天天见媳妇 才让媳妇送饭 结果 做饭的单子我们接了 那辣酱怎么办 媳妇我去找别人吧 我不想你太累 我妈是想在村里租栋房子 然后建个食品加工厂 请几个村里人帮忙 什么 你要开食品加工厂 对啊 到时候还要麻烦村长您办理下手续 好 不麻烦不麻烦 村长 那村里的仓库啊 他还是闲着 能不能租给我 租厂房 每个月我给五块钱租金 可以 可以 玉妇 你们吵了招工吧 你看我家一枚杀呀 可以啊 每个月三十块钱工钱 我还需要再招两个人 要辛苦沈子帮我找找了 没问题 沈子 给你帮他拖拖的 厂长 卖辣酱的吕月妇来签合同了 是你 是你 好心大姐 你认识我们厂长 厂长可是我的贵人呢 就因为他帮了我 我才有今天 你好 我是棉房厂厂长 董明霞 你好 我是刘月娅 你们生产的妈妈牌辣酱不错 我们准备大批量采购 你看能不能便宜点 我给别人呢 都是三块钱一斤 您帮过我 我给您便宜一块 两块钱一斤送货上门 行 那我们先签一年的合同 每个月要五百斤 来 这是采购合同 你要收好 行 月娅 这是五百块钱订金 谢谢董厂长 出来了 怎么样 咱们发了 两块一斤 五百斤 供货一年 嗯 看 定金 这呢 这么多 走走走 赶紧把昨天剩的辣酱买了 往去的情况还等着开工呢 走 你这是怎么卖的 走个路过不要错过 走个路过不要错过 正宗餐味辣酱五百一碗 哎 这不是昨天买咱家辣酱的什么 怎么也卖辣酱 而且还比我们便宜 我先把他赶走 别 不是他也会有其他人卖的 跟我去供销社 陈金 你好 请问您是供销社的张经理吗 对 我想跟你谈笔生意 你想谈什么生意 小姑娘 你想怎么谈 这是我亲手做的妈妈排辣酱 想问问您收不收 或者代销也可以 这荣村丫头不简单 代销可是沿海经济重镇才兴起的词 我咋这么有福呢 找了个又聪明又能干的媳妇 那这代销又是怎么个代销吧 进货又是什么价格 代销的话呢 就是我给您一个底价 你卖多少钱我不管 但是每卖出去一贯呢 这个底价得给到我 先卖后交钱 进货了 进货的话 价格就会比代销低很多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好 先代销 试一下销量 出货好 我再考虑进货 行 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这个辣酱不能拿到其他供销社买 行 您可以去其他供销社谈代理 我给您提成 好 那我们就签一个合作协议 好 没问题 好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哦 对了 这些香鸟有多少我要多少 没问题 我给你最低的价格 没事吧月牙 没事 月牙姐月牙姐 今天就谢谢大家了哈 这个是报酬 我们食品厂的员工啊已经收齐了 那有下次的话 一定会考虑大家的啊 好好好 谢谢月牙姐 谢谢大家哈 慢走啦 许高 东西都准备好了 就等你开工了 封建迷信 章子 哥 啥事 哥问你 是出锅 啥意思啊 我问你是不是同男你听不懂啊 是 你滚过去 开第一角 啊 好刚刚开始吧 干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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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跟嫂子 那个啊 那个啊 那个呀 哪能有计划啊你 站活去 吴广旭 柳月阳 要不是你们 我儿子也不会死 我要让你们陪葬 金子 金子出金子了 我出金子了 这这这这出金子 这能有多少 几十课吧 拿着 别动 别动 这次那地方 一百销 得嘞 别饭了 先吃饭 吃完饭得干活 媳妇 跑慢点 好 给你看 我刚才挖的精彩 恭喜啊 开门红啊 这师哥有这么饿吗 一听说开饭 跑这么快 他那儿哪是饿呀 这叫醉公之义不在酒 吃饭吃喽 老子 老子 老子好 吃饭吃饭 拿钢拿钢 谢谢哥 这美女 哈哈哈 哦哦 哦吃饭喽 我你妈 我 我你妈 我 啊 下回注意点 谢谢媳妇 谢谢媳妇 嫂子 吃红烧肉啊 嗯 真香 红烧肉配大肉包 都给我盛点啊 好 给我 媳妇 辛苦你了 知道我辛苦的话 那就多疼疼我啊 哎呀我的辛苦 就不算什么了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把这儿给你 行 媳妇 这是我今天分到的金子 你说好 啥 你给我金子 以后我每天分到的金子 你都收着 等我们空了 一起去买 好 还有这个 你看看 喜欢吗 这是什么 裙子 去试试 我们结婚的时候穿 啊 你这孩子 真是太有趣了 怎么 不好看吗 好看 先 先你先烦 广迅啊 你眼光不错呀 这衣服可太适合月牙了 没少过钱吧 不贵事 我给你也定了一下 哎呦 我这岁数了 可别糟大钱了 婶 您年轻着呢 等您打扮好了 跟月牙在一起 就像姐俩一样 张队 您怎么了 我来是想告诉你们 父亲的傻儿子 罗伏燕死 父亲越狱 你们小心点 他很有可能 会过来抱他 我让你身败命令 有凡身知识 张经理 昨天那些妈妈拍腊架 全都卖光了 这个是货款 一点点 玉玛姐的食品 加工厂 和工厂商都有合作 这只有一百块 我这次来啊 说净货 还有这个杨家镇 宋宁镇的工销社 也有需要 大概需要二百金 时间呢 只有一个星期 你们能做他出来吗 可以的 我们还要签一个 长期合作的协议 好 你说怎么签 棉房厂跟我们 合作的时候 每个月都要五百金 两块钱一斤 我也按这个价格给您 你还给棉房厂送货 你看起来 真不像一个农村小丫头 那是 我可是个多活了 二十多年的老阿姨 这个是定金 你收好 好嘞 你慢走 下周一啊 亲自给您送货过去 记得 咱们签合约 一定 那好 走啊 快走 今天呢 又签下一个大单子 这是奖励给每个人的五块钱 好好干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谢阳 有件事我想跟你坦白 谢阳 咱们该去给一光学 是 走 好 吉伯 那父亲一日没找到 就一日不安全 你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行刀 知道了 你早上都念叨了八百遍了 好了 你赶紧去开工吧 那我走了 去吧去吧 自己也小心点啊 嗯 注意安全 来啦 大家干活的时候注意卫生啊 口罩都戴上 美然 先去中拔罐油了 好嘞 好 怎么开着 好 哦 哈哈 好 操 请问柳月牙在吗 你 你是镇上公校室张经理 谢谢 给我也多加点肉 姐夫 这是这个月的饭钱 你拿好 肉都给你吃 原来 这小村姑喜欢钱呢 等爷去黑市卖了金子 一定拿钱砸死你的小组 西伯 刚才说 最近黄金价格涨了好多 二十多块钱一克 我想把我手里的黄金卖一下 行的 法案 开财证 介绍信给我用一下 我想卖点金子 我有门路 价格比银行高两倍 我提醒你一下 我们合同里有了一条 金子必须卖给银行 若违反 合同终止 卖给银行才能卖多少金光 我就不信 你当真是卖银行 有个老客 月亮 别着急 我已经让全村的人去找了 对 我已经让区里增派人人手 人一定还在村子里面 我知道他在哪了 你越哭 我越信奋 我想起我死的儿子 我老婆 如果不是你 他怎么会死 妈 别过来 你别伤害我了 有什么伤害 如果不是你 我老婆怎么会坐牢 我儿子怎么会死 我 有什么会成为杀人吧 我要毁了你最在意的东西 让你 神 不如死 混蛋 你没事 七十颗 七十颗 也就是说 你们这两天一共出了 一百四十颗金子 嗯 我辛辛苦苦 一周才几百块 两天就破钱 月亮 那个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还是你的 这么好的一个人 上辈子咋就没找到媳妇呢 这辈子便宜我了 月亮 其实你比我恋爱 你会做生意 我只会玩这个 那是 今天还参成了一笔大胆子 嗯 你们等着 今天呢 大家都在 我们就谈谈这 留下食品厂周转的钱呢 多余的钱 我们就辞银行 我说好了 这些一共是四百二十块钱 我这儿三百八十块 我这儿呢 是四百六 总的呢 就是一千两百六十 才两天 我们的妈妈排压价 就赚了这么多啊 其中啊 有四百块 十五广系给我的猜利 这 八百六十吧 我们就留着 剩下的一千呢 我们全部都存银行 都听你的 您好 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存钱 卖黄金 请 请收等 两位贵宾 实在抱歉 让你们久等 我是国生银行行长 林兴林 两位的业务 我亲自操办 来 请随我来 这是您的存者 请收好 谢谢 武先生 您这里是二百一十三克黄金 当前每克二十四元 共计五千一百一十二元 您看您是要现金 还是 媳妇 你觉得呢 嗯 要一百一十二块现金 其他都存起来 好 武先生 这是您的存折和钱 媳妇 零换钱 武先生 刘女士 这是我们银行 专门为二位尊贵的VIP贵宾 准备了一点小心翼 待会儿我让人给你们送家里去 好 谢谢林行长 不客气 谢谢 谢谢 尊贵的卫兵 愿您一路顺遂 裁员广进 谢谢 儿子 你死的好远 辣椒又吃死了 你要就走了 不是 你死人都不拉去火荡场 跑火场的面前好什么伤啊 六爷 你 干啥 我儿子八十米的辣椒又吃死了 你们今天要是不赔我十万块 我就撞死在这儿 有月牙 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翻身 月牙 你可算是回来了 这 这可怎么办呢 我们报警 部长报警 谁要报警 张队 您来的也太巧了 有人在村子里面看到了复兴 我是来抓复兴的 你们这出了什么事了 他男人死了 非说是我们妈妈排辣酱吃死的 他是被白草窟毒死的 白草窟 对 我们怎么会在辣椒里放白草窟呢 这不是自断财路吗 是啊 这辣椒我们自己也吃 总不能自己毒自己吧 对呀 这我们自己也在吃啊 我们都好好的在这站着的呀 不 我知道了 他男人不是天天打他吗 肯定是他怀恨在先 把他男人毒死了之后 然后再赶赶给柳月牙捕虑 不 不是我杀的 他是 真的是吃了柳月牙 肠里的油才死的 刚刚不还说是辣椒酱吗 现在怎么沉油了 是我偷了肠里的油 回去炒菜 他吃了就死了 张队 这是我们找到的 是白草窟 张队 我怀疑有人蓄涂 有怀疑对象吗 复兴 我们一定会尽快 将复兴接纳归案 就目前情况来说 你的视频上 需要展示的查分 你再进一步调查 好 我一定好好配合 这里是一百块钱 我得一点心意 你就收下吧 孩子的包 都是我太多小便衣害了 你啊 边缝场那边 明天就要交货了 这个怎么办呀 妈 不用担心 没事的 有办法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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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帮忙 谢谢大家 我们也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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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跟大家都商量好了 以后大家白天挖金子 晚上都来帮你坐他家 吴广熙 谢谢你 今天啊 谢谢大家帮忙了 这是给大家的报酬 一定要收下 嫂子 不用 我们这都是资源帮忙的 是啊嫂子 我们还得赶去薛哥 带我们挖金子呢 我们本来就是 士兵场的员工 你们嫂子让你们拿着 全都拿着 拿着吧 拿着 谢谢嫂子 谢谢嫂子 董厂长 这是我们食品厂 新研制出来的产品 我特意带过来 感谢您对我的支持 哎 你这太客气了 下次啊 不许送我哈 董厂长 您对我来说 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客户 在我心里啊 更是如同长辈一般 这是我晚辈的一点 微薄心意 您放心 我有分寸的 你太懂事了 这红包 你收下 心意跟红包 我就选最重要的收下了 厂长 货已经卸完了 我也仔细检查过了 没有任何问题 月牙 这是剩下的尾款 你点点 咱们合作那么愉快 您放心 这钱一定是没问题的 我呀 还认识其他的厂长 到时候 我给你介绍介绍生意 那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董厂长 媳妇 我在这 咱们快回去吧 但为了挖金子 和海滨应该有遇见 管它呢 天大地大 媳妇最大 你的安慰最重要 走 你这做的也太好吃了 鸡皮酥脆 鸡肉软嫩 妈 你要是喜欢吃 咱以后天天吃 真呢 媳妇 我来了 吃吧 谢谢 这是我特意给你热的 自己打的一个鸡皮 吃吧 谢谢媳妇 媳妇 这是今天分的金子 吴光旭 嗯 我有件事情 想找你商量一下 说呀媳妇 这父亲一天抓不住 就一天不能安提 你有个安心挖金子 我就准备啊 主动出击 我自己作业 引他出来 绝对不行 师哥 你咋回事啊 你怎么能苦走呢 就是啊 嫂子平衡也对你这么好 你可不能这么对嫂子啊 师哥 你赶紧别扫头道歉 这是怎么了 你们吵架了 有什么事 我们能好好说呀 闪子 你快劝劝他 他刚才说他要以身犯险 当右耳抓复心 不行不行 我不同意啊 这太危险了 是啊 嫂子 你这抓人的事 叫回警察就行了 那个父亲 心魂手辣的 万一你有好歹 我们许可可咋办啊 就是啊 嫂子 那父亲 他还要往你拉将里投毒呢 是 这人 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哎呀 我有把握 而且我身手也还不错啊 上次他来我家偷东西 不是就被我收拾 送监狱了吗 反正我是不同意 上次你是侥幸 那这次万一不行了 你就答应我吗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这是目前对付复心 最有效的办法的 好不好 那行 我答应你 但是你得挺我的 我去了 注意安全 嫂子真聪明 竟然能想到 用树叶作为妆 你说这副信 它会不会出现啊 闭嘴 我怎么没中计 干了 这个地方 他们绝对想不到 我们 可以慢慢的 让你们白忙活一个上午 真的是抱歉了 没有没有 没事 嫂子 这就是我明来做的 这副信 比我想象中的更聪明 有耐心 月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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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子他不见了 什么 父亲 一定是父亲 月娅 别着急啊 我已经让全村的人去找了 对啊 我已经让局里增判人人手 人 一定还在村子里面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你越哭 我越信 我想起我死的儿子 我老婆 如果不是你 他怎么会死 妈 别过来 你别伤害我了 有什么伤害 如果不是你 我老婆怎么会坐牢 我儿子怎么会死 我 又怎么会成为杀人 我要毁了你最在意的东西 让你 神 不如死 混蛋 你没事 你放心 我们一定严惩父亲 关于视频场偷渡一事 父亲已经工人不悔了 事情正向大白 你的视频场解封了 妈 一切都过去了 以后就全是好日子了 带动 那我是不是能继续上班了 明天就来上班 我给你涨工资 每个月四十块 好 一月四十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妈 走了 慢点 我往去 你还想不想合作 上你工时间 金瓦灯和淘金锅补剪送影 你是不是该给我解释一下 还有 今天的饭也没搜 今天特殊情况 今天矿上的金子我全都不要 搜给你 是哥 虽然以前人不在 但活都安排好了 今天的数金量只夺不少 我们今天的贡献 但你的金子得分 我说阿三叔 今天分的金子我一份不要 全都给你 还是你分转 加上今天的金子 我手上就有两百颗左右金子 很快就能把钢铁上 亏空的一万块填上 你竟然被人一个鸡腿就放倒了 今天罚你不许吃饭 小伴 我跟贺海斌的合作 可能就到此结束了 你想令起炉灶的话 那办手续要尽早 因为越往后越难办了 你怎么这么好 我真想快点把你去回家 快了 还有两周 还有两周 看见了 黄金 就这一点 在市面上最少也卖个千八块 等我你的心情好 给你打个金项料 那就谢谢兵哥了 你好啊 你好啊 跟着我 以后有的是好日子 等月底 我把吴广迅赶走 那挖出的金子 都是我的了 吴广迅 就是你说的 那个很厉害的金把 这 仗着有点本事 傲得不得了 等我的人 把他的本事学会了 我早晚把他踢出去 这吴广迅才是真有本事的那个 若是我把他搞到手 王莱 以后这种粗货都交给我 有我拿 你不是上工去了吗 今天何海斌带一个女人下矿 大家全都休息了 行 那你跟我去贡销社送一下辣酱 等会我们去约会 看电影 嗯 行 正好 那么久都没有和媳妇 咱们做约会过了 吴广迅 这谁啊 我不认识了 我不知道 我们刚刚见过的 我是何海斌的朋友 这女人 发生是看上吴广迅 你好 你是吴广迅的妹妹吧 我是王美丽 你好 我是吴广迅的媳妇 可不是她妹妹 你 你结婚了 关你啥事啊 王美丽 在这儿干嘛 我这不是刚好碰见吴广迅吗 想着帮你打成招呼 他俩关系一定不简单 走了 走了 结了婚也能离婚 我就不信 还拿不下一个农村操汉 冰哥 你们挖金子是不是特别好玩啊 能不能带我去现场看看 等一下 那现场不是破石子就臭你吧 有什么好门 该不会是你做不了主 不能带我去吧 我怎么会做不了主 我是老板 行 你明天下去 明天我就带你去 我就知道 冰哥说话最管用了 冰哥可是大老板 这叫我聊经历 出经历最高 干嘛呢 今天停工 休息一天 哎 吴广俊 今天为什么停工 他就是吴广俊啊 我还以为是个中年孙汉 没想到这么年轻 采金人的规矩 下矿的时候不能有女人 我才是老板 你们都得听我的 复制停工 年轻帅气还有本事 我一定要嫁给他 这次啊 我又给你谈了一些外线式的供销售后商店 张经理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多可有您啊 不然我们妈妈排辣酱 哪能吐得那么快啊 是你们产品质量好 大家都抢个药 这次还要五百点 怎么样 这周本宫货吧 没问题 这个是定金 您收好 这是收好 给您的提成 这 那我就不客气了 啊 哈哈哈哈 媳妇 弹都搬好了 走 带你消费去 好 好 请 看看 喜欢哪个 我买给你 嗯 这个 试试 好看吗 所以试试这个吧 我叫这个 行 看这里 这个啊 给你便宜那五十块 谢谢 这块 我买了 我们是一对 情人手表 没想到还挺会啊 吴广旭 好巧啊 我们又遇到了 这可是南边刚来的新款 要好几百呢 这个农村小子 出手竟然比河海滨还大 吴广旭 我听说 你和冰哥有点误会 我想请你吃个饭 媳妇 不费理我 不是的 我是想 我不管你想干什么 但是你得知道 她 是我柳月牙的男人 嗯 你那些不丧死的人 人点算了 媳妇 我想你保证 我绝对不会和任何女人有牵扯的 人都到齐了 赶紧抓紧干活 哎 储男干什么 都不想要工钱了 今天收工吧 不干了 哎 怎么他妈的又要收工啊 嘿嘿 又能陪媳妇呢 像我的 昨天你就是收工 那是因为我带个女人进来 今天什么原因 你给我讲清楚 今天因为你在矿上费事 我 走吧 既然老板有机会 大家就再休息一天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老板再见 哎 哎 别告 别告 这个要做机会了 明天又开不了工了 啊 老板我要把它进入锥 你赶快给我找新的陶级工 媳妇 你看我菜洗的干净吗 媳妇 这些洗完的菜都放哪啊 哎 媳妇 这火好像快灭了 我加点柴吧 媳妇 这柴去哪批啊 媳妇 你看这骂不太脏了 媳妇 那我去披点柴吧 再 你就安全的坐在那别说话 我让你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我不是怕你累到吗 你就乖乖在那里等我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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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我已经有两天没交公粮了 我 对呀 对呀 之前不是每天都交黄金的吗 已经有两天没交了 我 嗯 嗯 快点烧完我炒菜 我一个灵魂40岁的老阿姨 尽被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给聊到了 得赶紧领证把媳妇领回家 忽然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妈 等会儿说 我有事情和你商量 妈 我准备把食品厂交给你打理 食品厂每天挣几千块钱呢 交给我打理 我马上要去镇上开铺子了 到时候就顾不上食品厂了 月牙 不管你做什么选择 我都支持你 好吧 回家吗 那我走了 走吧 去吧 有月牙 柳月牙 我们谈谈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 吴广旭 和海边要对付吴广旭 我倒要看看 你葫芦里到底买什么药 亲眼看到你跟别人搞在一起 我看吴广旭啊 他会不会料 剩下的 看你了 我说 小心 你终于搁我二玛子手里了 二玛子 他出来了 吃吗 哎呀呀呀 哈哈 吃吧 黄婦 和你别生气 他肯 今天的事我记下了 希望之后 你也能承受得出 我送你的大礼 习惯 你没事吧 你 一个星期不准进去 你爸 媳妇 我来交金字来了 行了 你给走了 媳妇 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错哪了 我不应该惹你生气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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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媳妇竟然在窗户根子下放了这么多老鼠夹子 妈呀 媳妇 这撒娇也太难了 这李永刚出的什么破终 媳妇 我错了 你刚打我那两下消息了吗 是的不行 你再打我两下 媳妇 你要打就打吧 我不打你 我只是因为王美丽亲怒于你 你现在可是个香伯伯了 多少音音业业都想嫁给你 我就是 媳妇 我的人 我的心 我的钱 我全部都是你的 我只属于你 好了 好了 你赶紧回去吧 媳妇 我没力气负你 我一定帮你报仇 不用 我们今天 新子死他 宝贝 你快点 我都要报了 别急啊 你看我这个表 一会儿走一会儿不走的 估计啊 是太老了 一会儿 我带你去买最新款 也不知道刘月牙会怎么报复我 在他报复之前 我得在何海滨这儿多捞点钱 何海滨 你 媳妇 这不是你 不是你看到的样子 不是我看到的样子 啊 你看我 你什么样子 啊 你说呀 说 我在和他谈生意儿媳妇 谈生意 谈生意 透光了衣服在床上 哎呦 谈生意呢 哎呦 这媳妇都是在供应过的 都是在供应过的 供应你 给我跪下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在收拾你 我一会儿在收拾你 我让你这收拾你 啊 终于有我男人 啊 你也不问我 我钱在花山 山 啊 人 好惨 我来了 媳妇 你要是想那么做我也可以 啊 叫什么名字 什么时候 给我男人 扣扣扣扣扣 我 我就紐约也行 哎呦 你再不老实 我就把你扒过了 你扒扣扣扣扣 哎 王美丽 你还真是贼心不死啊 怎么会是你们 你们怎么在这 王水 你算计我 怎么样 我送你的这份大礼 可还满意啊 月牙妹子 今天真的太感谢你了 我是真没想到 何海兵 就是大舰你男人 这一切 都只是巧合 姐 我们就先告辞了 嗯 祝你好运 你给你自己扇扇扇呗 媳妇 兔子已经弄好了 接下来咱们可以去约会了 啊 何海兵 不说明 有的话 回家 你那个金把头有一手 能不能把他手里的金子 你这么过来 算你了 小子缺心眼 不会有好外卖 都这个年代了 还有这么死心眼的傻子 可不是嘛 倔伦一个 有钱不赚 改天啊 你给我介绍介绍 我会会他 他是挡那金子的 我明天就结束和和海明的合作 我们的合作就到今天吧 你可想清楚了 和我散伙了 你可掌握到和你五五分账的合伙人了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再说 散伙不是你一直希望的吗 以后 吴广绪不参与淘金了 愿意跟着我的工钱单位 你们是愿意跟着我 才是他 我跟许哥 我也跟许哥走 我也跟许哥 你们可想清楚了 跟着他有可能长时间找不到活 但赚不到钱 行 你们都走 别后悔 这个 是你们的工钱 这个 是这几天的饭钱 他想为你几个屋子 那可不容易 如果有一天 我不下去了 可以来找我 如果我真不和和海斌合作 没有固定的金子入账 你会不会嫌弃我 不会 那种 本来就不配跟我柳叶牙的男人合作 转过去 我们不看 看不到看不到 别弄了 大家都等着你 这是我给大家的奖励 你们跟着我 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 谢哥 拿着金子 回去好好休息 哥要结婚了 到时候 少不了你们帮忙的 放心许哥 你一句话的事 对哥 你要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 对 有事喊我们就行 好 许哥娶媳妇了 恭喜 娶媳妇了 走吧 走吧 走了 明哥 你靠近功都找好了吗 明天来 应该没问题吧 已经找好了 你修演过了 明天正常开工没问题 吴广旭这小子 想令气炉燥 没门 你就是吴广旭了 叫啥呀 我叫陈辉 你手里面的金子 买给我 我比银行价格高一倍 我金子就卖银行 你急呀 我知道 你要结婚了 还需要钱 是吧 两倍 我告诉银行 两倍的价格 不需要 在向阳县淘机 敢拒绝我称灰的 可都没有好下场 媳妇 我想明天再去卖点金子 结婚前 把咱们房子翻新一下 金子现在才十几块钱一刻 外面不划算 那 而且咱们之后 都不住在村里了呀 房子就没必要翻新了 不是在村里住 嗯 之后啊 我都要去城里做生意 照顾铺面 所以啊 得搬去城里 那 咱们明天去开新吧 行 博先生 您又是来卖金子的 林行长 我们不卖 我们存 哦 好 我马上给你们安排 你们稍微坐一会儿 好 来 坐 你也坐 林行长 您人卖广 我想请您啊 帮个忙 能帮您的忙 是我的荣幸 您说 您知道 城南那栋三层的房子 是谁的吗 我想买下来 做个小生意 那个房子 那个地方很荒凉 房子也破 您要是想做生意 我可以给你介绍 那个城中心最好的房子 不用了 我就要城南那种 那你以后 可是购物中心 寸土寸金 若我没有记错 前半年内 就会启动开放 哦 对了 我还要再买一套房子 要辛苦林行长帮忙打探一下 我现在手里面有三套抵押房 一栋小洋房 一套四合院 还有一套职工房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去看 行 走 这边请 来 这边这边 走 这栋房子真不错 你喜欢咱就买 林经理 这栋小洋房价钱如何 这是抵押房 您要是要的话 那就三千块 现金一次性付清 这样一栋房子 放二十年后 至少一百万 三千块 不亏 我买了 什么时候可以过活 现在就可以 走 好 这是房本 您收好 多谢林行长 这是钱 对了 城南那栋房子有消息了 地皮帘房子一共一千块 买 飞 你 哦 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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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哥 早子 怎么了 绪哥 你知道何凯兵今天出了多少金子吗 多少 哈哈 一个都没有 绪哥 小哥 小冠哥 咱说到事了 怎么了 慢慢说 你的房间开的真没办下来 有说啥原因吗 房间办的人说 说你有倒卖金子的钱 我偷偷塞了几条烟和两瓶酒 他们说还因为有人要搞你 是谁呢 可爱滨 绪哥 吴广旭的黄金开采刃已经让人卡住了 你 再带几个兄弟 找个机会 再教训教训 是 媳妇 这件衣服好看 给你买一件 从这里赛鬼屁 这件 这件咋样 太花哨了吧 这件 这件 这件绝对好看 是挺好看的 要不我们还是不买了吧 好看为什么不要 难道是因为我没办到黄金开采券吗 媳妇怕我没钱 哥们 我这可是啊 湘江的实行货 整个镇上就我一个人卖的 哎 你看这料子 你看这花色 一件只要15块钱 你媳妇长得这么漂亮 穿上一定老亮了 媳妇 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不要心疼钱 黄金开采券我会努力得到的 我以后会努力赚钱的 你以为我是给你省钱啊 那买自己的东西 不就要挑自己喜欢的吗 不然多浪费钱 我不喜欢这种款式的 真的是因为不喜欢 不是因为心疼钱 真的不是 媳妇 那我带你去见个人 行 来 进 张队 你小子是无事不登三宝的啊 找我什么事儿 张队 我就直说了 我正在申请采矿证和黄金开采证 因为有案底被扛住了 我想请您做个担保 哦 想让我做担保人 行 现在都是有媳妇的人了 趁着现在政策好 好好干点事儿 谢谢张队 你心里有数就行 听说你们两个就要结婚了 也不通知我 怕我出不起分不下 没有 张队 这不是因为您身份证书 他给你添麻烦吗 哎呦 您给我惹的是少了 你把这个拿走啊 我可不收啊 张队啊 这可不是我们送您的礼 您不是不方便去我们婚礼吗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理 希望给您 你多喜庆 您这媳妇啊 太会说话了 行 这个我收了 但是你结婚 我这送的钱可不能少啊 来 来 张队这什么东西 哎 拿着 不能推测 还想不想让我做担保人了 谢谢张队 喂 是黄金办的老宋吗 我是张茂亭啊 喂 市局的 有个事儿啊 我跟你说一下 有一个叫吴广旭的 去你们那要办一个私人的黄金看财证 对 对 我就是他的担保人 行了 有时间啊 抽空气拿下证吧 谢谢张队 谢谢张队 那我们先走了 好好好 再见 再见张队 等看财证办下来 我们就好好准备准备婚礼 你现在想办开采战是吧 只要你把黄金办给辉哥啊 辉哥帮你办 不好意思 我不认识这个辉哥 而且我今天只卖一手 看来你小子 这个不识抬举啊 我就真不知道抬举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好 就让你知道什么是抬举 是爷们你们就先让我媳妇离开 你们想怎么解决我都凤凡 我不走 走 帮她去报警 哼不可能 你放心我们不会动她 只要她乖乖的在一边 看着你挨揍就好了 哈哈哈 把眼睛闭上 乖 你在这带一个 我解决完他们了 我带你的 我操 你不是别腻乎了啊 当我不存在是吧 好啊 小爷我正好好久没有活动经历 好 全是什么意思 爷爷打架的时候 你还在玩泥巴 他 我的男人只让我能欺负 竟然谁也不能欺负他 够了够了 够了媳妇 你先请几点 你去叫张队长过来 死吗 没有 刚才我还敢动了 我来处理 你去找张队 这五个人是你们两口子打的 呃 正当防卫 开头 叫什么名字 谁支持你们来的 没有 我们就是想想点钱花画 张队 情况就是这样 太嚣张了 不过你不用担心 省里面已经成立了祭司队 会对他们进行严厉打击的 他们成狂不累多久 行了 都带走 走 走 辛苦你了 我都说了 以后这种事情让我来的 没事 就当活动筋骨了 走吧 回家 以后千万不能都惹心 惹极了 会拿火灯开瓶子的 他们刚才说的辉哥是之前找你买金子的那个人吗 你 嗯 我不会放过他 你啊 脱衣服了 脱衣服 媳 媳妇 在这儿不好吗 哎呀 你快脱我看见你伤口 媳妇 啊 媳妇 你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先跑 你不用管我 你会丢下我不管吗 永远不会 那你觉得我会吗 媳妇 你真好 明天就领证了 你们俩注意点 我 废物 三桶 废物 三桶 整整三天一颗金子都没有出 你知不知道 这一天天的费你多少钱 明天再不给我出金子 你就给我滚蛋 你 你 飞 媳妇 咱们终于是合法的了 但永远 以后我也是有证的人了 可以持证上岗了 媳妇 咱们回家 走 结婚快乐 你买的花还挺好的 当然 咋回事 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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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还冷静 来呀 停 停下来 大家都冷静了 这个最重要的是把人往医院送啊 是不是 来来来来来 徐哥嫂子 怎么了 操作不到 快从塌了一块砸到人了 是人家家属闹着要赔三万块钱的 听我说 姐 我 一定没 但是 你让我 先把他送到医院去行不行 还好你撤得早 要不然 也得早知道的事 大喜的日子 遇到这种事真晦气 我们回家 好 走了 徐哥走的 慢点啊 哎呀 哎呀 我忘了 你快过来蹦蹦蹦啊 来 月牙 咱家食品场的盈利 过十万元了 妈 爹地 咱们食品场啊 以后会破百万千万少亿 结婚后 我也得抓紧开工程家了 不然就只能吃软饭了 你这都告诉自己的会 你赔了多少钱 对不起 冰哥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刚赔了钱 回哥也找不到 你没钱找其他计划的 好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这个月的工钱 减半 应该的 应该的 哦 有都有鲜活 哈哈哈哈 哎呦 这三样 我全都拿一袋 哎呦 好 这是要结婚了吗 是明天搬洗酒 帮助理啊 你要是有空的话 记得来喝洗酒啊 一定一定完 好 那个谁 赶紧准备 是 月娥姐 我等会儿就按照这用的女话怎么样 这个 这就不用了 我除不可能 这结婚呀 咱也得打扮麻烦 我能顺着一张脸是不 就是啊 好吧 那就麻烦一下 给我几个镜子了 几个 哈哈哈哈 你看 哇 月娥姐 你 这都是跟谁学的呀 之前去献你的时候 不能别人 你们花好月圆的好时光 我人好着春风 春风别来无恙 迎接着今秋 今秋一季幻想 你看好不好看 好看好看 媳妇我来了 媳妇开门 我来 我来 你回家了 对啊 对啊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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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想进门 红包不让我猜 月娥姐说了 没有红包不许进去 红包 红包 都有 都有 这里面每一个都是真金的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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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接你回家了 怎么样 是不是漂亮啊 好漂亮 快姐你好看 好看啊 好看啊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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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我来洗手 晚风吹拂夕夕阳 在我心中最美的姑娘 她就在河对岸 每当我走过她的身旁 众人不准要回忆不忘 新郎新娘吃起面 你跟面调皮口腹 你跟老子娘碰上 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 是 是 哈哈哈 可是你话也不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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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来来来来 快快快 哎呀 你们终于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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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我的天哪 咱们村啥时候来过这么多小轿车 还得是村长亲自引路 不得了了 咱们村是来了啥大人物啊 看这方向 是去吴广旭家 难道 他们都是来喝喜酒的 唉呀 呃 香港 哈哈 哎呀 瑰坑啊 给哎 我带路 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大人物这场关系 大家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各位来宾 今天是吴广绪和柳月牙的新婚大吉之日 祝愿他们日子红红火火 幸福美满 好 谢谢大家 恭喜吴马逗 迎娶美娇妻 你我合作一场你结婚 被本招呼的要来祝贺一看 陈老板 这边坐 你离开得太早太可惜了 我现在每天进床金 百多克 小人得志不就是矿农倒塌 让他捡漏了点金子吗 这 出金多好事啊 但一定要卖给银行 张 我能让他知道我的金子没有卖给银行 张军老板 我可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那肯定是卖给银行啊 何老板 下次卖金子的时候 考虑一下我们活胜一套 我们的服务跟价格 绝对让你满意 各位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大家吃好喝好啊 大家继续吃 继续吃 吃吃吃 喝酒 我们这两天抓到一个倒卖黄金的 我今天过来呢 就是想让你们认识 看这个人是不是叫辉哥 不认识 行 那有情况随时联系我 新婚快乐啊 慢走啊张队再见 新婚快乐啊 别好着 新婚快乐啊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嘞 先走了 慢走啊 新婚快乐 百点好喝 谢谢谢谢 我先回去了 好 慢走啊 许哥 快点 大家伙都等你喝酒呢 不再不归今天 走 走了 走 不再不归啊 媳妇 吃念 这么晚了 我实在吃不香 不行 你得吃饱 我不想吃 媳妇 水我烧好了 水温我也试好了 等会儿你去泡个澡 送快送快 那你先出去 不用我帮忙了 你先出去 那行 那我先去洗洗 我 你 媳妇 我忘记带换洗的衣服了 给你抄一点 媳妇 我们是不是开水架了 我们是不是开水架了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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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稀恨你吗 我不是稀恨你吗 追哥 我们来了 来 嫂子 媳妇 遇见你之后 我就一直好运 这些地方都有金矿 今天开工 你来选地方 凤鸣山是我最大的金矿 并产出了上千顿黄金 媳妇 就这儿 够鸣山 好 开工 好 开工 开开 媳妇 媳妇 最拔了 媳妇 哈哈 看着快放下 媳妇 这辈子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运 媳妇 你看我挖到什么了 我挖到狗头金了 这比我爷爷当年上交那块还大 大哥 你真了不起 这些都是你的本事 嫂子 我们这还有几十千克金子 媳妇 这个 这些 全都是你的 但是可惜 现在金子不值钱 卖不了什么好价钱 我有办法 可以三倍卖出去 开金店 卖金饰 媳妇 我怎么没想到 你太聪明了 等金店开业之后啊 我送大家每人一条十八克的金项链 你现在走了 但是 距离金店开业还有一段时间呢 这么多金子放家里也不安全 得从银行 嗯 这 这些都是金子 林洋长 这次啊 我们要开四个保险规 四个 其中两个呢 开短期的两个月 剩下来的开长期的 短期的 可以一次性 开三年的 那就三年吧 行 现在农村爆发库都这么有钱吗 你见过哪个农村爆发库 黄金储备比银行还多的 二位 请跟我来 刘女士 这是您保险柜的钥匙 请收好 今天请大家吃大餐 没不知道 纯海滨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难道是要去找灰哥 老子 你们先点菜吃着啊 我们去处理点事 好 你们先吃啊 走 你真没有啊 好 没有 我真没有啊 好 我上去 好 跑 我上去 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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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敢去上去 你还要不要去上去 你说呀你 你上去 你上去 出来了 你要干什么 我是向阳线辉哥 你可不能打我 你 哎呀 妹子 报警去啊 媳妇啊 你千万不能把我吞吞 我 我今天不让你去吞篱吧 我就不让你去三花 媳妇 媳妇 我错 媳妇我错 你就放过我吧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媳妇你看我 这么一段时间 我都没有去找女人了 我这么挣钱 也不是为了 为了让你以后不拿个心 不将钱再花 我只是怕 我不是啥 辉哥在哪 在这 辉哥在哪 在这 这次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 局里一定会奖励你吗 承军我也去罢 何海滨挡败黄金 秦才华 你这个四肥婆 我要不是因为想逮捕你 我怎么会弄倒白黄金这事 去你的 你真可怕 当初要是因为你家里有钱 我怎么会娶你这个四肥婆 何海滨 做人要讲良心啊 当初 要不是你娶了我 你们全家都得饿死 好 现在你有钱了 你忘本了你 大兄弟 你们男人 是不是都喜欢你媳妇这样的 如果她跟我一样胖 你也会喜欢她吗 我媳妇不管什么样 我都喜欢 当初何海滨那头猪 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吴光轩 如果我跟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跟钱再花一样胖 你会看上我吗 媳妇不管你什么样 我全都 你独自 你要跟我说调碰去 媳妇 哥 你跟嫂子吵架了 这小夫妻吵架正常 窗头吵 床尾和 实在 这可是你兄弟我珍藏多年的秘密武器 今天晚上啊 就不真 我好 我还记得 哎 鸡发 鸡发 鸡叫 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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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闹太狠 我那现在还坦证 今晚必须分房 媳妇 谢好了 你输掉了 哎 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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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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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看这种东西 嗯 没事吧 媳妇 都怪你没个分寸 接下来 一个星期 一个月都不准 哦 对了 妈和张经理来了 说找你有事 那走吧 妈 张经理 起来了 张经理 您找我什么事 我来呢 是把最近供销社 够辣酱的钱 给你送 顺便告诉你啊 我打算辞职 开百货超市 百货超市 我记得 前世有个非常出名的 百货老板 也姓张 难道 张经理 跟您合作这么久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张百万 张百万 不就是未来百货业龙头大老 身家千亿 张经理 您开百货超市 去投资吗 你要投资啊 欢迎入伙 张经理 您开百货店 准备卖些什么呢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现在这个时候啊 卖啥都挣钱 啥都去 像 服饰 鞋帽 布料 果蔬 百货 统一放到一起 像店面呢 我们就尽量选择在 陈南 陈南 那不是老陆曾去吗 又破又旧又为人 为什么想到 开在那儿 这是什么楼 这是我们家吗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 什么 反正不是在做梦 但 那往去以后去发金子 岂不是很远 不方便吧 没事 我可以骑自行车来回答 不用骑自行车 我给你们买大车 买车 可是现在私人买车手机太繁琐了 有钱都买不到的 你忘了 我们可以转离航车 这些呀 都是被海关伐墨的车 从几千块到几十万的都有 看你们想要什么样的车 你给介绍介绍 那个是大众三千块 市场价一万 这个是德利卡一万块 市场价五万 这辆多少钱 这辆要二十万 市场价五十万 性能好 空间大 喜欢吗 那就这辆了 好 明天我们今天开业 还请银行长赏个光 一定到 因为那里 未来会是整个江城 最大的购物中心啊 我得到消息啊 政府准备将陈南 打造成购物中心 这来没有开放 你听谁说的 我早不知道 张局 广迅 月阳 我给你付奖励来了 张局 坐 坐 说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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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 要是张经理问张局 陈南开发的事 就川帮了 这样 我先回去 中一份计划书 回头咱俩想谈 走了 大女 走了 我们顺着辉哥这条线 查到了很多跟何爱兵一样的证 黄金办因此决定停办私人黄金开采证 我记得大佬前世采访里说 停办私人黄金开采证后 第二年国家就将私人金矿全部收回 得想办法在有效的时间里多挖些金子 我和你们嫂子商量过了 将我们手里剩余的金矿 包给你们自己开采 我们自己开采 挖出来的金子 我们占八成 你们占两个 愿意吗 愿意呀 这两成也不少啊 五个金矿一起开采 每天至少有上千颗金子 是时候搬进城里了 恭喜恭喜 神与行农客是云南 谢谢了 太业大吉 财源广京 谢谢 神与腾飞 黄昏火火 谢谢姐 东西东西 林经理 邓经理 欢迎大家去剪彩啊 来来来 走 来 精简一开 红红火火 精简一落 红运当头 好 哎呀 哎呀 今天所有进店的顾客 不管买还是不买 都送金豆子一颗 哇 欢迎光临啊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要不要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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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駆葡eros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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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